盘点将业援助中年轻一代的十大高手 接上集 第五名 阿达 金仗王庭最强大的进战强者被誉为天之子 早期的阿达只是金仗王庭一个不知名的奴隶 因得到后天所降下的那场春雨洗礼 境界得以大幅飞升 阿达近身肉搏的能力极强 就连金仗王庭第一武道高手乐部也不是他的对手 阿达在唐国与金仗王庭的国战中对战宁缺 寄希望于通过近身肉搏将宁缺击败 但宁缺没有给他机会 只是写出三道神符与其保持距离战斗 最终将他击败 阿达的修为在知名巅峰 但距离破武镜也仅有一线之隔 第四名 横目利人 另一位天之子 原是西陵神殿天御院的一名砍柴小司 也因得到后天所降下的那场春雨洗礼 直接破了武镜 进阶天启 并成为西陵新任天御大神官 宁缺认为横目利人对天启神术的掌握 已然超过了魏光明和雄出没 第二次举世伐唐时 横目率领十万神殿联军攻打青霞 遭遇了宁缺 被不惧天启圣光 领悟了信仰之力的宁缺斩杀 横目利人是标准的天启镜 除了龙庆 叶红瑜和宁缺这种开挂选手外 普通的武镜之下很难视其敌手 第三名 龙庆 燕国皇子早期被西陵神殿誉为光明之子 龙庆与宁缺堪称一生之敌 早期的龙庆多次败于宁缺之首 甚至被宁缺用员十三剑毁掉汽海雪山 沦为废人 后得灌主点拨 来到之首观重新修行 他从天书中学会了诸多神通 利用灰眼功法 吸干了半截道人 海盗走通天丸 从而恢复修为 并一举跨入之命境 后期的龙庆 吸干了西陵幽阁中众多囚犯的修为 实力达到之命巅峰 书院灭西陵之战时 龙庆带领数百堕落骑士 伏击宁缺 终被宁缺用弓弦勒死 宁缺评价龙庆的综合实力 还在天启净的横目利人之上 第二名 叶红瑜 盗门天下行走叶青的妹妹 盗门中万法接通的天才人物 天下三吃之中的盗吃 西陵神殿历史上最年轻的才爵神作 或许也是盗门千年以来 最擅长战斗之人 早期的叶红瑜 修为高 手段多 战斗经验丰富 是年轻一代中的最强战力 后期的叶红瑜 虽只是知名巅峰 却能单挑盗门除灌主外的最强三人 西陵长教雄出墨 南海大神官赵南海 和之首冠以臣道人 并重伤雄出墨和赵南海 施展樊龙镇困住一臣道人 是书院三先生于连眼中和君墨 宁缺一样的战斗型强者 其对于战斗的理解与应变能力 甚至远超很多天起经高手 第一名 宁缺 宁缺也是一个万法接通的战斗型强者 还是一个跳出规则的应运之人 他曾多次击败老对手龙庆 从叶红瑜手下逃脱 越境击杀对手 两次借经神阵画出人字符 击败贯主 作为主角 宁缺是有开挂权限的 宁缺的本命物是桑桑 桑桑是浩天的人间体 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是无所不能的 因此 只要宁缺愿意 他可以借用本命物桑桑 调动浩天世界的任何规则 从这点来看 除了浩天本尊和夫子 世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唷 顿 LA 探索 恐龙